我画面通通贴到云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HTM 在哪里?在App设计里面 会有一个HTM的练习画面 那我有把我刚刚打的这些程式放在这边 你可以把它复制贴上都没关系啦 不过建议是直接可以自己 试试看 然后 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要看到那个结果的呈现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 我是把它放另外一个 放在这一个 这个网页OK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一个 记事本里面的资料变动的话 那这边也会你只要重新整理 有没有他就会马上变动 所以这边有变动然后存档 这边只要重新整理他就会看到 我们要看到结果了 比如说我刚刚讲 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这个标题1跟标题2中间不要空那么远的话 那怎么改 其实你要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批拿掉就可以了 有没有这个批 批到批有没有 这个部分把它拿掉会怎么样 拿掉就把它存档 然后这边重新整理 有没有发现 他好像靠近了一点 可是好像还是没有靠太近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他靠 再接近一点的话 一般习惯是 这个 第2个批这个可能要把它拿掉 批的话是段落 第1个段落第2个段落 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 再储存一下 再把它重新整理 他好像要靠 那如果要让他靠近一点的话 一般是会在 第1个段落 跟第2个段落 第1个 第1行跟第2行 的后面 加上一个什么 中间加上一个 B 不是P 加上一个B 跟这样 应该是BR BR BR的话是换行 P的话是换一段 把它存档一下 然后重新整理 这怎么 排斥的 OK 这个 这个BR 跟这个BR 那我知道了 因为 H1 H1本身它就是一个段落了 所以如果把H1 拿掉的话 那这个我看一下效果 H1 如果 H1就标题 储存一下 然后让他重新整理 他怎么还还没有把他接在后面 这个就恢复正常 恢复原来的状态 BR 还是因为Stone的关系 把Stone也可以拿掉 反正这每一个标签都每个标签的效果 你也可以把标签拿掉 储存一下 重新整理 这个不见 但他还是接在一起 每个段落 OK 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就是 先 你可以再加一些叙述上去 大概是这样子 那每一个 每个标签 里面的话 我这边有提供一些连接给各位 可以再把它试着加上去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做一个练习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希望在 这个 文件里面 再加一张图的话 底下有没有 比如说我今天 希望 在这个 这个网页上面 帮我放一张图 那图的部分的话 如果我希望放一只猫好了 OK 你就Google一下猫 或者Google一下cat 反正好 哪一只比较可爱呢 我这只好萌 OK 这一只好了 假设我今天希望把这只猫 放在我的网页 的 第一 就是最上面的地方 那怎么做 第1个的话 你就把这张图 右键 应该是 另存图片 把这张图 右键另存图片 OK 然后存在哪里 记得我把它存在桌面 存在桌面上面的 因为我的网页在桌面 所以这一张图放桌面 那图档的名称 我把它取名称叫做cat.jpg 不然它原来的名称这比较长 叫cat cat OK 点jpg cat cat.jpg OK 按 儲存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猫的照片呢 就会放在哪里呢 就会放在这个桌面上 在这里 cat.jpg 那如果说我要把这个cat.jpg 放在我的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图 这个里面的话 那该怎么做 我把它先恢复 这个 我刚刚写的 这个 这边 其实一模一样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要 我把它复原好了 我到时候再跟各位讲一下 怎么样做那个 它换行的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 最上面放一张图的话 那怎么放 特别注意 你可以参考一下 图片 其实它的结构一定是这样 img 就是 图 的开头 结束其实它 不用img结束 它比较特殊 它只要什么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然后中间多一个src 给它一个路径就OK了 所以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你要把那张图加进来 第一个 你先google找一下那个猫 的 随便一张都可以 然后头的话一个是 小于img 空一格 src src OK 然后呢 后面的话就加一个什么 大于就可以了 只要加这样子 看得懂意思吧 好 那如果没打错的话 理论上你的网页上就会多 一张图出现了 把它储存一下 好 存档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切到刚刚这个网页 把它重新 整理一下 图会不会出现呢 出现了 有没有OK 所以应该就是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你要加一张图进来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可能同学比较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将来如果说你要 把 这个 网页跟 这个图 一起移动的话 你才有办法看到 这个图档 否则有些时候你把这个图移动到别的地方 没有把 把这个网页移动 但是没有图的话 那图会消失 比如说 一种情况把这个丢到 丢掉了没有 对不对 那如果你现在重新整理 又怎么样 他就变这样了 因为他找不到那一张图了 所以你只要把那张图 再把它叫回来 还原一下 这个时候重新整理 又出现了 特别注意 因为他两个是要必须放在一起的 相对 位置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另外的话 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同学也常发生的 一般会把图放在另外的资料夹 所以我们可能会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 一般要 Image img 这个就是 专门放图档的 我把它放进去 那如果你放进去之后的话 他目前的位置呢 就不是在 刚刚的旁边 对不对 所以你重新整理 一样找不到 那怎么办 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是最最最容易发生的 在哪里改呢 这里 改什么呢 特别注意 改就是 跟他讲说 就是在他的旁边的资料夹的里面 所以 这个叙述方法就是 src等于 这个路径 前面 再跟他讲说 img images 这个名称 后面记得 再加一个什么 它的路径名称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再加一个 斜线 意思说在这个 图 的里面 会有一个 这个资料夹 底下有一张图 OK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类似像这样 images 里面的话 有这一张图 OK 然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呢 如果刚刚把它储存一下 存档 再重新整理 那一张图会看到呢 看到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因为我发现 将来我们在做那个什么呢 做 这个手机app的练习的时候 常常也是有同学 这个 图 出不出不来 因为不太了解 这个相对的关系吧 所以请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 图 找到之后呢 建一个 资料夹 把它放进去 OK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再加一张图上去 好 谢谢大家